各位朋友大家好 先说一下美国前总统川普再次遭到暗杀未遂 当地事件9月15号 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高尔夫球场打球的时候 特勤局的人员就发现有人持枪试图要向川普开枪 于是特勤局的特空首先向持枪人开枪 这个持枪人逃走后来被抓捕 本来美国大选是一个非常和平的事情 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和平了 川普这一个总统候选人居然两次遭到暗杀未遂 这可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所以这一次美国大选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 不少人认为如果这一次川普不能当选的话 美国就会分裂就会乱 所以只能但愿这一次美国大选能够和平的落幕 有人认为一旦美国出现内乱 北京中共就有好日子过了 这种看法是完全不对的 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和美国是高度的挂钩 所以当美国提出要和中国脱钩的时候 北京特别害怕 一再强调中美不脱钩 北京强调中美不脱钩 不是说北京喜欢美国 而是中国在经济上依赖美国 一旦美国内乱的话 中国和美国必然脱钩 这时候中国经济自己也要垮掉 只有俄罗斯是美国内乱的受益者 因为俄罗斯和美国早就脱钩了 那么我们现在只能盼望美国不要出现什么内乱 不要出现暴力事件 转回来说今天的主题 习近平王朝诞生的几个关键性的人物和事件 从政治力学的角度来看 习近平王朝诞生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不太可能发生的 可是居然就发生了 因此在后人要研究中国政治的时候 那么习近平王朝的诞生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课题 先说什么是政治力学 政治力学就是从力学原理说 大家知道牛顿力学一个物体要保持稳定状态 必须受力平衡 就是各个方向受到的力量平衡 这个物体才能保持稳定 一旦受力不平衡了 有一个方向的力量特别大 这个物体就不能保持稳定 就要开始运动或者坠落 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政治派系 力量相互平衡的话 这个国家的政治就稳定 如果某一个政治派系力量特别大 破坏了国内的政治派系的力量平衡状态 这个国家政治就不能稳定了 就会出现政治动荡甚至内乱 在毛泽东时代 中国的政治始终没有出现 政治力学上的平衡 所以始终就是毛泽东派系的势力过大 在那个时候 中国就不停地搞政治运动 非常的不稳定 到了邓小平时代 中国是终于出现了一个政治力量的平衡状态 当时的所谓保守派和改革派 基本上是势力平衡 不过在1980年代后期的时候 北京的改革派的势力一度是压倒了保守派 所以就发生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 在天安门事件之后 中国保守派的势力一度又压倒了改革派 所以邓小平在1992年到深圳南巡 给改革派撑腰 在邓小平南巡之后 中国的改革派和保守派 基本上达到一个力量平衡状态 处于政治力学上的平衡状态 所以后来中国几十年的政治基本是稳定的 到了2012年习近平上台的前夕 中国的政坛按照政治光谱来分的话 有四大派系 第一是以红二代政治局常委 薄熙来为代表的左派保守派 第二是以总书记胡锦涛为代表的偏左的中间派 虽然人们当时把胡锦涛和温家宝 联合成为胡温政权 其实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政治立场相差是很大的 第三前总书记江泽民为代表的偏右的中间派 第四就是以总理温家宝为代表的右派的改革派 而且据传当时江泽民还经常为温家宝的政治改革言论去背书 当时的王储习近平他什么派系都不参加 保持一个完全中立的状态 也正是因为当时习近平什么派系都不参加 所以把他提名担任中共的下一任接班人 反而遇到的反对和阻力是最小的 薄熙来因为政治立场太鲜明 所以他成为接班人阻力极大 尽管薄熙来个人的能力比习近平要强很多 但是因为他在政治上的立场过于鲜明 不符合政治立学的原理 所以薄熙来上不去 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时候 不仅是总书记胡锦涛总理温家宝要退 当时的九名政治局常委中 除了总书记接班人习近平和总理接班人李克强之外 其他七个政治局常委因为年龄的原因都要退休 那么一下出现七个常委退休 那么这个真空谁来填补呢 这里必然就有一个强烈的政治斗争 当时的左派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薄熙来 他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候选人 当时薄熙来虽然是争夺总书记总理 已经没有希望了 但是他还是想争夺政治局常委里面 两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就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纪委书记 只要薄熙来拿到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或者中纪委书记 那整个中国的证据就会不一样 当时中国的改革派并不太担心习近平 反而很担心薄熙来 所以他们就想在中共十八大之前把薄熙来给搞下去 他们认为一旦保守派的薄熙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 担任重要职务 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完蛋了 所以当时想搞掉薄熙来的力量还是很大的 包括前总书记江泽民总理温家宝都很积极 都想把薄熙来给搞下去 不过那个时候改革派也没有想把薄熙来关到监狱 只是想搞出薄熙来的一些问题一些丑闻 让他进不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只要薄熙来进入不了政治局常委 他的力量就有限就翻不了天 当初改革派就想从薄熙来的亲信 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入手 先由中纪委把王立军拿下 因为王立军知道薄熙来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 只要拿下王立军 王立军交代了薄熙来的一些丑闻 那么薄熙来要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没信了 而改革派要拿下王立军的消息 薄熙来通过秘密的渠道知道这个消息 他就很担心害怕 薄熙来明白王立军是他非常知根知底的他的亲信 也知道他很多不可告人的丑闻 所以薄熙来特别怕王立军被中纪委给拿下 所以薄熙来就想在中纪委拿下王立军之前 先把王立军用非常的手段给他做掉 这样一来薄熙来做掉王立军的这个消息又泄露出去了 于是王立军赶紧叛逃美国驻重庆理事馆 搞出一个震惊事件的王立军事件 所以表面上薄熙来是因为王立军叛逃被拿下了 其实不然 更深层的原因是北京的改革派想拿下王立军 作为拿下薄熙来的敲门砖 这是造成王立军叛逃的根本原因 那么北京的改革派拿下了保守派的薄熙来 他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在2012年10月26号美国纽约时报刊登文章 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 就曝光温家宝家族掌控的价值不低于27亿美元的财产 这个明显就是中国的保守派对改革派领军人物温家宝的报复 因为在2012年10月8号就是中共十八大要召开 纽约时报在中共十八大召开的前几天 抛出一个重磅的温家宝丑闻 打击中共的改革派 这就是保守派对改革派进行一个重量级的报复 当然了温家宝家族是不是真的掌握27亿美元的财产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很明显 当时的前总理朱镕基家族的子女也在海外做生意 前总理李鹏的家族也在海外做生意 纽约时报为什么不去曝光朱镕金家族 不去曝光李鹏家族 偏偏要曝光温家宝家族呢 所以这就是一个表明啊 中共的保守派对温家宝是恨之入骨 温家宝可以说啊 是赵紫阳这些改革派的遗留下来的产物 因为他得不到胡锦涛的支持 所以温家宝找改革始终也找不到一个突破点 所以温家宝就只好把改革的希望去投向民间 温家宝在他的卸任的演讲中啊 就提到了普世价值 这个表示他和中共是不一样的 和西方是一样的 同时啊温家宝这也向西方国家亮明他的态度 就是说中共的内部的改革派 他们是出一个相当的困境 他就像告诉西方啊 现在要搞改革很难 希望西方国家加大对中国改革派的支持 帮助中国改革派拿到更多的权利 遗憾的是啊 当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没有注意到温家宝这个呼吁的严重性 没有给中共的改革派足够的支持 这就导致后来中国的这个保守派啊 全面复辟 中共的改革派拿掉了保守派的领军人物 薄熙来 中共的保守派曝光改革派的领军人物 温家宝所谓的海外财产问题啊 就造成了在中共十八大上啊 改革派保守派都丢了不少位子 那么他们也就是说都没有能够进入政治局常委 中共的十八大政治局常委都是中间派 总陆记习近平 他是红二代派 他的政治立场是中间派 总理李克强 他是团派 政治立场是中间偏右 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 他是江泽民派 他的政治立场是中间偏左 全国政协主席于震生 他是红二代派 政治立场是中间偏右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 他是江泽民派 他的政治立场是中间偏左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他是红二代派 政治立场是中间偏右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他是江泽民派 政治立场就是中间派 所以按照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政治光谱来看啊 习近平他也想走向一个全面复辟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并没有那么多的右派会支持他 所以当时人们也看不出来习近平能够搞成一个全面复辟 可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 就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突然改变立场 他支持习近平 这是造成中共高层政治立学破坏的第一个事件 也是说习近平拿到的全面复辟的第一统计 那么王岐山为什么要改变立场支持习近平呢 这个话题放在下次再说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